张本志和意外惨败中国国兵却一喜一游又有天大强敌崛起创造法国百年奇迹 中国国兵在本次巴黎奥运会当中包揽五枚金牌应该问题不大了 但是与此同时当男团的铜牌赛结束之后 虽然说张本志和又一次拿到了一个第四名 导致三项比赛连块铜牌都捞不到 看着好像挺让人开心的 可是与此同时法国队已经在未来成为了中国队的头号强敌 他们的超级天才17岁的勒布伦正式崛起了 勒布伦在最后一场单打比赛里3比1绝杀击溃了张本志和的队友小种大灯 这样的话他带领法国队拿了一块铜牌 然后他自己甚至还有一块铜牌 也就是说第一次参加奥运会17岁的勒布伦已经拿了两块铜牌了 你看张本志和是什么水平 张本已经是21岁了 带领日本队出击三项比赛 一块奖牌都没了着 勒布伦两块铜牌 不仅如此 他还是法国过去100年里唯一的一个17岁就已经能拿了两块奥运奖牌的运动员 虽然张本倒下了 但是国平的新大敌轰然诞生 不仅如此